我們昨天的專題報導和大家講到 年輕人為何容易成為性勒索的受害人 今天我們和大家繼續講一下 一旦陷入了編徒的陷阱 應該怎樣去做 首先看看一名 性勒索案件的受害人 是怎樣去擺脫編徒的掌控 黃恩光 蔡報道 Ashley Reynolds在這段FBI宣傳教育短片 講到她的經歷 2009年她14歲的時候 在社交網站結識一個男人 他們沒有談戀愛 但是編徒威脅說 持有Ashley的裸照 Ashley當年不敢告訴父母 獨知承受編徒的威脅 生活在恐懼之中 我感到像一奸徒 我必須確實我能回答 每個訊息 我必須把他寄給照片 我正在做這件事 他會說 不 這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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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正確的 你必須再做一件事 Ashley說她不斷照著 匪徒的說話去做 就是為了令對方滿意 希望可以放過他 但是事與軟為 聯邦調查局三藩市分局局長 Robert Tripp 表示 今年的聲勒索案件 匪徒要的是錢 年輕受害人不敢告訴父母 以為給錢可以解決問題 講回Ashley的故事 有一次她媽媽在她房間的電腦 發現匪徒的短訊 識破了整件事 FBI建議一旦成為聖勒索受害人 應該立刻終止與匪徒的聯繫 以及向FBI舉報 網址是 tips.fbi.gov 或者致電 800 Call FBI 即是800 225 5324 時隔幾年 Ashley 20歲的時候 決定公開她的故事 因為她不想有其他年輕人 經歷同樣的事 I don't need anyone to feel bad for me I feel like I use that energy and just get the word out 26台記者 黃欣光報道 I spoke to the team 請談